肖总 肖总 灵溪 你也在啊 我给你带按摩 那个陈主编在为 雨衣做一档纪录片 那你们忙 老师姐白 谢谢啊 虽然你拒绝了我 但我得提醒你啊 肖依诚跟陈主编的事 你知道吧 他们 就是拍个纪录片嘛 我说的是 他们两个人的关系 你别被肖依诚给骗了 一边对你欲擒故纵 一边又抓了陈主编不放 你别笑啊 我认真的 我觉得肖依诚这个人不行啊 陈肖 陈主编 其实一直喜欢他 你知道 上学的时候 肖依诚呢 是男神 他是细花 没想到被我接祖先登了 所以 如果说他们两个 能够修成正果的话 我觉得也挺好的 你不上线啊 你不上线啊 我为什么要上线啊 你就嘴硬吧 你小心点啊 你没事吧 没事 悠着点 小心点啊 来 肖依有事 去我办公室打 帮我戴上 我不会 这么简单的东西你不会 你不会 他一个大男人 连走路都走不稳了 还有你服啊 他摔了我也有责任 服依他怎么了 我早就说过 玩滑板的男人要不得 我弄不了 让陈主编给你弄吧 吃醋了 想太多了 一丑 准备好了吗 我来 凌备好 扔垃圾啊 你这是 吃饭啊 在家吃饭多温馨啊 医成在等我 那我先过去了 医成 是我 等酒了吧 等酒了吧 什么等酒了 你怎么来了 本来今天是要拍摄 家庭日常的 我进小区才接到 摄像的电话 他临时有事来不了了 这房子挺老的呀 晚上妥白休息不好吧 医成 您要有需要的话 我有个朋友的大平层 正在出租 不用 也是 这儿交通方便 也是 这儿交通方便 看完了吗 既然今天不拍摄 那就不耽误你了 老同学 就算我们不聊公事 续续续续统行吧 拜托啊 拜托啊 十年同学 外加同事团的情意 都不够我们在周六一起午饭续个旧吗 喂 约续续 语续 陈霄让我们一起续个旧 亮了 认识这么久了 都不够我们周六午饭一起续个旧 是不是 是啊 我们也好久没见了 一起吧 好了 我们开动吧 来 逸诚 你尝尝这个 你尝尝这个 这个是 这是我求了好久 我妈才答应做的 这些菜都是你妈妈做的 对啊 要找我妈这个大董事长 多少年没下厨了 你尝尝 没有马是前提吧 替我谢嘉宜 我妈还经常跟我念叨 当年你第一次上我们家 时的情景呢 你第一次吃醉鲜 以为是生的 要让这煮熟了吃 瞧我 老叔这些干嘛呀 那时候灵溪还不认识你呢 没事 我记得那时候 你经常来我们家吃饭 还有周爽和李俊呢 来 你尝尝这个 这个下饭 你尝尝 我尝尝 你尝尝 你尝尝 尝尝 谢谢 怎么样 这个肥肠 也是你妈妈做的 这个不是 这是我们学校外面那家 小餐馆的老板做的 老朱 老朱 你也吃过 之前偶尔吃过 偶尔吃过 接到现在 他们家那肥肠挺特别的 但是老朱不是不在这儿了吗 前两天回来了 对了一程 老朱还说 邀请我们一起吃饭呢 说他要感谢我们当年是他第一个顾客 那一次啊 是我们社团一起去的 十几个人呢 那可是是运行 就我们两个去的 给你看看东西 就是这张照片 就是这张照片 老朱说受到启发 说要在他的饭店弄一堵 请人抢什么的 那借这张照片吧 我还有事 你们先吃吧 不打扰你们了 为什么要当着他面说这些啊 不是说叙旧局吗 你故意的吗 你说什么 我听不懂 你明明知道我对林喜 还有感情 你故意说这些 就是想分裂我们对吗 我说 人家我告诉你啊 我希望你能明白一件事情 就算我跟他不符合 我跟你也绝无可能 我在你眼里 就这么不堪吗 没有 可你偏偏就是不喜欢 沈啸 爱一个人不禁止是爱她的好 恰恰相反 爱一个人可能会爱上她的缺点 在你眼里 林熙是一个为了目标不顾一切的人 那是在我眼里 她很勇敢 还多人 小一诚 是不是当年我主动一点 勇敢一点 我们就能在一起 我们就能在一起 你觉得我怎么回答这个假设性的问题 但是我只知道 我现在勇敢一点 主动一点我就能把她追回来 明白了吗 我真的好吗 也就是 我现在要怎么回答